有假假的 這小黃喊漲價 民眾大喊不合理 但是小黃問獎也說 騎拍坦 因為現在排班等客人 最久要等到一個小時 而且好不容易載到客人 但是都搭的是短程的比較多 問獎就說 現在要載到150塊以上的 這客人不算多 因為很多人 過去要到遠一點的地方 他們都直接搭小黃 到捷運站轉乘 或者有限直接騎U-Bike 對他們來說行李真的 近拍子 下了小黃直奔捷運站 像這樣只搭短程計程車 到捷運站的人還真不少 現在你是在這邊轉捷運的嗎 對 要轉到哪裡 大直 市府站 還是南港這樣子 所以特地搭計程車 來這邊轉捷運 對 台北市小黃跑偷偷 但一路上空車機率 幾乎高達一半 因為最常出現的客人 就是只搭短程距離 如果有捷運就坐捷運 沒有捷運才會考慮用捷程車 那也是以短程為主 搭計程車到捷運站 然後再轉乘 搭這種交通工具 這樣比較省 對 比較省 像是他在台北市 宋山區上班的柳小姐 送公文還是忙公務 短程距離就搭計程車 要跑遠一點 才選擇搭小黃轉捷運 而一天在客 長達12小時以上的運獎 也發現近期短程乘客 至少增加一半以上 最慘的就是一小時 再三到四個短程客人 業績還算好 但往往一小時 可能只載一個短程客 白天如果有的話 有到150的話 就算比較長的 民眾只甘願花100元上下 搭短程小黃 問獎就在捷運站口等客人 實際測試10分鐘 果然遲遲沒人上門 就在這個人數不算少的新一區 我們實際測試10分鐘 其實可以看到計程車 第一台車呢 一個人都還沒有上去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很多人 現在其實選擇 騎U-Bike 有時候等個一個小時 載個70塊80塊 你看 碰我飯吃都很難 有2萬就不錯了 捷運站旁100公尺內 就有U-Bike可以租借 不少人搭完捷運 直接換U-Bike 因為算算搭長程計程車 不管從市中心 到淡水到新店 還是到南港 都要200到5600元不等 但搭小黃到捷運站 賺捷運70元跳表 加上捷運錢 頂多不超過150塊 也讓小黃問獎感嘆 現在客人難在 加上捷運通車效應 台北市新北市 到處四通八達 客源流失 錢實在不太好賺 記者陳子芬 黃水源台北 採訪報導